而国民党的部分 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他 今天晚间到政大演讲 也接受学生提问 这也成为他宣布参选之后 首都跟大学生面对面 直求对决 他也被学生问到了 说国民党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相当轻重 赵绍康他直言说 他不喜欢共产党 但和平是最重要的 同时他也承诺 说他选上一年之内 就会推动内阁制 否则就会死去副总统 内阁制 如果一年之内 没有推动 我这边正式宣布 我副总统辞职不干 选上的第一个愿景 就是修宪推动内阁制 展厅截帖给承诺 这时候康这回选政 首都前进大学 到政大和学生面对面 端出证件牛肉 18岁公民权我是支持的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18岁都有公民权 而且18岁很大 我自己18岁觉得 这已经很大了 学生也犀利提问 国民党如何撕掉 请终标签 我也离开国民党30年了 我前年才回去 本来想选党主席 改造国民党的 我们都不是传统的 你们脑筋想的那种 什么LKK的国民党 我说我不喜欢共产党 两岸真的基本上就是和平 不打仗最重要 博士清中说 抢得国民党是 亲美合中的立场 但话锋一转 他炮轰并进道 赖清德 就老美都怀疑他 然后派了萧美琴来兼军 赖清德如果有自由意志 他会选萧美琴 他选郑立军 如果我今天晚上做梦 一叫醒来 明天台湾就飘到 夏威夷跟加州中间 Wonderful 爱干嘛干嘛 你要独立要干嘛 随便你了 与对手斗的学生 哈哈大哨 赵超康也即将在远殿 直求对决 其他副总统候选人 但被民进党酸 用英文辩论 赵超康会类似 问题是我们到底要选什么嘛 我们是选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嘛 他们两个英文都很好了 因为基本上成长过程都在美国嘛 中华民国这个创国以来 还没有听说总统副总统 选交英英文辩论的 不过他蛮有创意的 不被对手阵营牵着鼻子走 赵超康展现了临场反应 吸引年轻选票 继续飞行家园节 SM小组台北场合报道